HELLO 大家好,我是史丹利 受惠於今年的季球賽心智 全人渡第三的魏群龍隊 在成軍第二年就闖進了季球賽 即將在挑戰賽面對下半季冠軍 中興兄弟上演龍象大戰 這也是魏群龍相隔23年之後 再次闖進了季球賽 還記得2019年魏群龍回歸 葉軍將總教練在抖六開訓儀式上說 希望帶領球隊在2023年 也就是上一軍的第三年就可以打進季球賽 想讓他們不但達標,還超前進度 連葉總自己都說不可思議 那本集影片就讓我們來舒服 欸不對,是聊聊今年闖進季球賽的魏群龍 跟去年初登一軍的不同 看看在投打手這三個環節中 他們哪一邊的進步幅度是最大的吧 首先看投手,我們直接上數據來檢視 這兩年中職都是用不彈球 所以完全能夠放在一起來比較 可以看到去年龍隊在投手這一環 團隊防禦率3.93排倒數第二 只贏過了樂天桃園 團隊K9值多在6.22則是五隊最差 進一步細分,可以看到輪值的防禦率3.38 屬於聯盟中上水準 僅次於統一排第二 甚至贏過最後奪冠的中信兄弟 但牛棚卻是滿面創意 防禦率4.68競陪莫作 反觀兄弟的牛棚防禦率只有2.68 也成了他們最大的差異 來到今年龍隊投手團隊防禦率 從3.93下降至3.30 壓力plus101.8排第三 都比去年進步 但三陣能力依舊是五隊最差 今年甚至連BB9都變成了電底 因此他們的FIP來到3.63 是稍微帶有一點運氣成分 才能夠把十分控制在聯盟第三的成績 先發的部分今年跟去年一樣穩 甚至更可怕了 輪值防禦率3.13排聯盟第一 不論是上半季冠軍樂天 或下半季衝很快的兄弟 都沒有他們的輪值強 雖然牛棚表現依舊是五隊電底 但進步幅度相當大 防禦率從4.68壓低至3.64 也是龍隊投手群成長最多的地方 接著我們抓幾個指標性的選手來評估 以輪值來看 最重要的當然是布里漢跟鋼龍這兩大支柱 去年上半季強翻天的布里漢 其中就重返韓指的老東家陪陣英雄 讓衛權硬生生少了一個王牌投手 雖然武朵接手投得很好 但壓制力還是有差 加上鋼龍有傷 信仰投柯西諾也很晚來 以至於第一年他們可以用飼養將的優勢 並沒有被完全發揮出來 今年龍隊找回了鋼部二人 從開季投到現在 他們加起來為龍隊吃了超過350局 ERA Plus排在聯盟第三跟第四的等級 必要時還可以統一修飾 讓葉總不用去煩惱輪值的問題 我相信秉總看了一定非常羨慕 我認為最關鍵的是鋼龍拒絕了到韓指發散的機會 決定留在舒服的台灣跟衛權龍一起奮戰 雅龍隊可以避免去年不離漢的劇本重演 可以看出球團希望衝擊季後賽的決心 相信他們也是釋出的最大的誠意 才可以把鋼龍給留下來 至於本土投手的部分 去年吃下破白局的林紫玉 今年因傷打打停停 備受期待的火球男徐又熙也開TJ報銷 王為忠則因為身體狀況頻頻 吃局術不如去年 在這樣的情況下過於正頂的上來 簡直就是林紫玉翻版 雖然季末有點疲勞 成績下滑不少 也被掉領了先發 但已經為球隊貢獻非常多 如果沒有他 龍隊的輪值應該會大崩盤才對 牛捧的話其實成員上的變動非常大 去年出賽場數40以上的四位投手 包括羊頭、田德純衣、余瑞成、廖任磊 今年都因為離隊、受傷跟角色轉換 離開了一具牛捧 只剩下王玉璞還在 慶幸的是 今年還有五多完美補上了終結者的角色 在41場後援中收下22次決定成功 雖然沒有剛猛的球速 但靠著經驗跟控球 展現出來的壓制力甚至比田澤還要好 就連葉總寂寞把他拉回先發 五多都能夠完美勝任 真的是非常不簡單 在五多轉回去年的先發角色之後 新秀陳冠偉也順利銜接了 沒有太多適應期 雖然偶爾會保送堆壘 但擁有頂尖的直球轉速 讓他的K9值排名全盟第一 也讓衛權可以不用再把一個羊頭名額放在牛棚裡面 而呂尾成跟廖任磊的空缺 則有選秀榜眼林凱威 還有下半季竄奇的趙景龍補上 去年更亮眼 也讓衛權今年的牛棚被帶沒垮 反而還變得更堅固了 再來看到野手的環節 一樣先看打擊數據 去年衛權龍的團隊打擊率2×44 OPS加86.2都排在五隊之末 特別是長打火力不足全能打支數墊底 以至於他們的場均得分只有3.33 對比場均失分4.48 呈現入不敷出的情況 從進階數據可以發現 衛權進攻非常積極 揮棒率排五隊第一 特別喜歡打第一球 但他們的揮空率卻非常高 也是去年聯盟唯一隻 被三陣率來到20%的隊伍 但今年一樣喜歡攻擊低球的龍隊 卻變得不太一樣 團隊打擊率2×55 跟OPS加94.5 雖然衛達聯盟平均 卻不再是墊底 至少贏過了統一跟富邦兩隊 打線最有感的補強 當然是零致勝的加入 用25萬左右的月薪 換來一隻OPS加140的大砲 還附加追逐300轟的聲量 跟關注度 跟寶貴的經驗 外加精神領袖的價值 真的是一樁非常划算的買賣 有了大師兄 搭配上主砲直接夾到拱罐 還有今年找回信心的莊元郎劉姬鴻 那以全聯盟來看 三人加起來共有33紅 超過衛權團隊的2分 甚至可以說是全聯盟最強大的 中心打線也不為過 加上天威兩人一樣穩定 讓龍隊的攻勢跟得分來源 大多集中在前五棒 有兩個部分是我認為比較可惜的 第一個是那麼一樣 上半技他其實有破繭而出的態勢 尤其是常打一隻接一隻 純長打率甚至還高於零致勝 但下半技卻嚴重敵巢 不只沒有常打 連安打都擠不太出來 以角落的一雷手來說 是完全不及格的 第二個只是羊炮 理論上這應該要是魏全龍的一大優勢 畢竟他們今年還有四羊將的福利嘛 去年龍隊也是有後雷拉的存在 才能夠撐住打線 否則在吉利角拱罐加盟前 龍隊上半技的火力真的是非常貧弱 今年龍隊之前就是為了改善這一點 選擇燕爛雙洋炮 找了大象聯盟的全聯打王泰龍 跟有日子經歷的龍德利 結果他們兩個幾乎沒合體過 連要健康待在義軍都有困難 後續找來六年大聯盟之力的古德溫 打到現在也100個打席了 歐比斯家只有63.7 所以從結果來看 如果去年的赫雷拉可以續留 並把他的成績複製到今年 那龍隊的打線應該會更加可怕 只可惜 羊將福利直到今年結束 明年龍隊還會不會找羊炮 也是他們休賽季要謹慎評估的一個重要環節 另外我還要補充一個關於龍隊進攻上的改變 就是短打 大部分人想到一張總教練 都會想到他在2016年總冠軍賽 頻頻下達的觸及戰術往三壘點 最後替義大點下了一座總冠軍 但從葉總接手衛權以來 可以發現他觸及戰術下的真的不多 去年團隊的短打嘗試次數 來到188次排聯盟第三 今年點的更少 只有118次 跟其他四隊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雖然說近兩年中職用求改變 連帶影響各隊的球風 新移的小球戰術又重出江湖 但葉總卻能夠反其道而行 呈現出來的結果也不差 至少像劉基鴻、林志勝、吉利角、拱冠 這些重砲在打擊時 你不會看到有棒子橫出來的情況 這個我是非常樂見的 最後看守備的部分 這邊算是衛權龍還需要再努力的地方 去年120場出賽 龍隊發生了117次失誤 是聯盟最多的 跟第一的兄弟差了多達44次 今年失誤的情況非但沒有減少 反而還增多 場均失誤從0.97上升至1.05 只是後面還有一個統一墊背 所以讓他們避免掉墊底的命運 如果以投手的成績來評估 去年龍隊因為失誤而掉的非自責分只有75分 這個數字可以排在聯盟第二 只高於兄弟的48分 所以即便失誤多 傷害也不算非常大 但今年龍隊投手群的非自責分多達107分 比大家印象中最會詛咒的富邦還要多 最悲情的則是不遺憾 本季丟到80分裡面 就有25分是非自責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還能夠吃下聯盟最多的182.1局 還真不是該的 那由於中職沒有進階防守數據 所以我們只能從手臂率來簡單評估 可以發現有兩個防區的差異最大也最明顯 就是一壘跟三壘 一壘去年有多位競爭者 包括赫雷拉、劉基鴻、黃伯豪等 但主要還是拿莫一樣來防守 身材高大而且能守中線的他 守一壘並沒有太多問題 整季守下來合計517次守備機會 只發生了兩次失誤 但今年拿莫一樣繼續扛主戰一壘 卻遇到了很大的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下半季的低潮 連帶影響到他的防守 已經發生多達13次失誤 守備率從去年的9x96降到今年的9x82 已經是史上第四差 一種以透露明年可能會考慮讓拿莫去防守外野 讓二軍的重點星秀李展翼 可以提早上一軍準備 不同於一壘呈現的衰退 三壘這邊是上升的趨勢 因為去年守三壘手要失去信心 還被移去防守一壘的劉基鴻 今年守備率從8x48飆升到9x49 雖然還不能稱作是金手套等級 但至少已經有很大的成長 也因為守備端的穩定 讓他打擊早會自信 跟拿莫真的是完全反過來 另外也一定要提一下天歌的專外野防區 雖然照片上來看他今年的失誤比去年還要多 金手套要挑戰連霸可能有困難 但郭天信有一個很大的加分項目 就是外野駐殺 相比去年的他 今年不只是傳球快而已還變得更準 本季駐殺多打12次傲視全聯盟 確實是目前中職的雷射艦代表 整體來說我覺得龍隊手背 雖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但也一支新陳軍 有眾多年輕選手的隊伍而言 他們確實是很努力 再趕上其他四隊的步調了 至少在中線這塊是有鞏固住的 不至於讓戰績到嚴重崩跌的程度 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覺得新生衛全龍上一軍 第二年就能夠打進季游賽 還有什麼關鍵原因是我沒有說到的嗎? 歡迎在接下來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力 也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現在來採訪生活 明天讓我們一起來預測一下 挑戰賽的28人名單跟結果分析吧 那我們明天見啦 掰